上周发生的那起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的惨案,看了让人揪心,一名男子吃菜刀砍伤三名男童及一名女性家长,其中两名受伤男童经常就无效死亡。 孩子对不起,我们没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世界,很多群众自发送上了花圈,道研,特别是看到受害者家人发的道研,彼此不禁酸酸的感觉,我们不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世界,但是我们可以教会他们如何保护好自己。 看到这一幕悲剧,我突然想到憨憨所在的美国学校里,针对暴力伤害的主题,给孩子们专门做的安全教育。 其实,和孩子谈校园安全,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 有一次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后,他妈和我在讨论这则新闻是给憨憨听到了,小家伙一下子就很紧张,不断地在追问,那些中枪的孩子都死了吗? 坏人最后抓到了吗?坏人为什么要杀那些孩子呢?我的学校会有坏人吗?那天关于这个事情聊得有点多,当天晚上,儿子半夜突然爬到我们床上,说害怕,睡不着,很明显这个校园惨案,对他产生了心理阴影。 过了一个礼拜,这个阴影才慢慢消去,因此,给孩子们讲这种校园安全,真的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。 一方面,我们的很严肃地告诉孩子当危险发生时,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。 另一方面,如果话题过于严肃,孩子就会非常紧张,很恐惧,一段时间内还会提心吊胆的害怕坏人的出现。 再加上,美国校园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安全,隔段时间就会发生了校园枪击案,因此憨憨老师给学生们专门上了一堂防暴力入侵的安全课,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明白,如果学校里出现坏人,该如何应对? 当时看了学校里发的课本后,我突然眼睛一亮,这可成设置简直太有创意了,它不仅帮助孩子消除恐惧感,更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意识,非常适合我们父母借鉴。 学校用的教材是源自一本绘本,名字叫I'm killed, I am prepared。 我准备好了,我不害怕,上课的时候,老师并没有直接跟孩子们说暴力袭击,而是和他们做了一个游戏。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Chip, Shepard, Wolf,绵羊,牧羊人和狼,学生们都是一只只的小绵羊,老师是那个牧羊人,同时又找了一个人扮演那只恶狼。 游戏开始前,老师先给大家介绍游戏规则,这个规则简称是Alice Law,它有五大准则,A代表了意思是如果学校大楼里有狼出现,那么就得发出警报。 L代表Lockdown意思是要把门死死地锁住,而代表Inform意思是我们需要通知别人,有恶狼在周围活动,大家要小心。 C代表Counter意思是如果和恶狼狭路相逢,我们要尝试反击。 E代表Evacuate意思是找机会尽快逃离学校大楼。 当有恶狼出现时,千万不要慌张,小绵羊们首先要做的就是Bob停下手头所有的事情。 Lock观察周围的情况,和Linson听从牧羊人的指示,如果发现暂时逃不出去怎么办? 把房门先锁好,保持安静,尽量不要藏在柜子里,或者大家挤在一起。 小绵羊们必须在周围留下足够的空间,房间可以自散奔跑,而且随时准备找机会逃出去。 当危险发生时,通知身边的人,同时每只小绵羊,都得准备一些东西握在手里,比如鞋子,遥控器,铅壁壳等等。 如果不幸遇到了狼,首先制造造生分散狼的注意力,同时一边跑,一边用手里的武器砸过去,逃跑的时候尽量不要跑直线,而是要跑最自行。 这样,狼手里有墙的话就没法瞄准了,而且小孩子身体灵活,可以通过变相甩开敌人的抓捕。 但是跑步的时候也要小心,注意不要跑步时候装在一起,记得互相帮助。 下面介绍的虽然是一个游戏,但是这里面蕴含的Alice Rule全是美国校园里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一套规则。 那天老师在给孩子们讲完规则后,就开始施战演习,专门请了一个志愿者扮演坏人,饿狼田建校园,然后老师扮演牧羊人角色,带着小绵羊们逃离危险。